您还记得这起案件吗 台中马沙拉第三名扼杀 2021年因为行车纠纷 将一名送信男大生殴打到 炉内出现住进了家户病房 当时真的是震惊社会 一审判张姓主贤9年 两名同伙判4年8个月 上诉二审期间 被告3人还疑似派人 跟拍被害人到游乐园 还有健身房的影片 见此主张并没有构成重伤害 请求轻判 再加上张家运以700万人和解 遭到了男大生的母亲拒绝 二审张姓主贤 维持9年原判 不过两名同伙则是改判3年 台中马沙拉第三名扼杀 联手将送信男大生打成重伤 台中高分院27号二审宣判出炉 张姓主贤涉及杀人未遂和强制等罪 维持原判9年 至于两名同伙二审由重伤害 改为伤害罪合并强制 从一审4年8个月改判 3年徒刑 没有办法证明 他们两个人的伤害行为 对被害人造成重伤害的部分 有因果关系 至于送信男大生的妈妈 得知二审结果直呼相当不合理 并对司法感到心寒 张姓主贤等三人 在二审审理期间一概不认罪 甚至在法院调解下张家愿意赔偿七百万和解 条件是要三人一起还得分起付款 双方没共识宣告破局 离谱的是二审开庭 对方还拿出男大生前往健身房游乐园的影片 证明他已经可以走路不构成重伤害要件 男大生的妈妈反控影片来源不明 不能作为证据 而且跟拍行为已经让他们心生恐惧 要求加重其刑 已经非常非常少在出门了 他们竟然还可以掌握他的心中 真的是让我不寒而栗 我觉得很恐怖 震惊社会的案件发生快两年 男大生仍无法摆脱痛苦 现在妈妈为了讨公道 会继续捍卫到底 接下来我们上次台中 藏不到